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邀您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造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胶原谱的游异黑白 一共分成四册 这是他的这本书的一个 全新的版本的出版 年龄出版公司刚刚出版 这本书在这个之前 曾经有12年前的一个旧版 因为在12年前 教演谱出版这本书的时候 我曾经替他的书 写过一篇序言 这次在新版 这个新版大幅的扩张 所以在新版 我也就请他把 这个原来的旧版的序给拿掉了 不过在新旧版 虽然中间差了12年的时间 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基本的看法 其实我并没有改变 所以也许也就藉由今天的节目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我在教演谱的这本书里面 看到了一些什么样重要的内容 以及如果大家要来读这本书的话 你应该要知道的一些重要的背景 所以就大概把12年前 我为教演谱旧版的这本书 缩写的内容 跟大家介绍一下 当时我用奇迹之书 来形容这一本书 然后什么叫做奇迹呢 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叫做 超越性灵异性的神鬼的因素 纯粹把奇迹定义为 叫做发生几率低于近乎不可能 不应该出现的事物 如果这是奇迹的定义的话 那我认为教演谱的这本 犹豫黑白是不折不扣的奇迹之书 12年前旧版就已经是一本奇迹之书 12年后新版呢 只不过是把这个奇迹的成分 更往上提高了一层 那什么叫做奇迹 举个例子来说 一个人你要连续两期 种乐透的头彩 或是呢 一个人呢 不小心从树楼的阳台 失足掉下来 却毫发无常抵达地面 这种事情呢 我们在英文里面称之为叫做 possible but improbable 意味着 道理上面是可能存在的 但是一般正常理性的人 绝对不会预期自己能够遇到 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中 我知道Jump有这样一本书的写作计划 不管是新版跟旧版 我只要找到机会 我都会问他 甚至会催逼他 这本钢琴家访谈录 看他的进度到了哪里 然后这其实我的态度 就是一种担心奇迹实现 担心就是一种等待奇迹实现之前 担心奇迹会消失的一种特别的心态 因为当年旧版出版的时候呢 是2007年 所以呢 我就顺着 那一年可能有一些朋友还记得 尤其如果是棒球迷的话 我就借由当年发生的一件特别的事情 来描述来形容 那又是什么叫做我们等待奇迹 但是又担心奇迹不发现 担心奇迹会消失的心情 那是2007年5月6号 美国职棒杨基队出战水手队 那一年这场比赛 杨基所派出来的先发投手 就是王建民 王建民投完了七又三分之一局 没有失分 也没有让任何一位打者打出安打 甚至没有让任何一位对手 站上一壤 所以如果他继续这样投下去 就差五个出局数 王建民就投出了 美国大联盟比赛当中 最困难的一种梦幻奇迹 我们称之为叫做 投手的complete game 完全比赛 完全比赛非常非常的难 当然他在道理上 是可以出现的 所以在尿的一个节骨眼上 看到那个圈场的气氛 杨基队的队友 没有人敢多讲一句话 甚至连多吐一口大气都不敢 甚至我们这些当年 守在电视机前面 越洋在看比赛的人 也都提着一颗几乎要从嘴巴里 跳出来的心 惶惶不安在那里等着 越接近奇迹会发生 我们就越害怕 奇迹会像是阳光底下的七彩水泡 崩一个就不见了 越接近奇迹出现 我们就越了解 完成奇迹的条件 是何等的苛刻 任何一点点的变化 都可能破坏 王健民到这个时候 他前面七局 好不容易累积出来的 半完美 在那一瞬间 我相信很多的球迷 脑海里浮现的 都是各种不同的数字 例如说 美国大联盟 一百多年的漫长的历史当中 已经数不清楚 有几十万场的比赛 但这当中 总共只出现过 15次投手的完全比赛 还有在大联盟 这个历史上面 多少这种刺测风云 后来进入到 名人堂的伟大的投手 绝大部分 他们都不曾带上 完全比赛的 这种至上的桂冠 你就知道 这种事情 都没有样的困难 那越是热情的球迷 你越是了解 美国的职棒 你了解 大联盟记录跟历史 你就越是兴奋的期待 想要看到完全比赛 同时呢 你也就越是焦虑 越是担心 完全比赛的机会 在王建民投球的 任何的瞬间 都可能消失 一去不返 被打出安打 甚至不小心 投了四坏球 投出了畜生球 或者是 球被打出去 队友失误 甚至呢 就算他自己投得很好 但是呢 捕手 没有抓到他的球 变成所谓不死三阵 还是投手自己在 动作当中犯规 任何一件事情 都可能就葬送掉 所有的希望 完全比赛 就没有了 让所有的等待 都付诸流水 当然我们知道 王建民 后来在内词的比赛当中 维持了西游三分之一局 也就是到了 第23个初局输的时候呢 完全比赛 就被打破了 那对于音乐 对于音乐演奏 还有对于音乐家的 一点点的认识 跟了解 是我在等待 教员谱的 《游易黑白》 成书的过程当中 我整理了这样一本书 出现必须具备的 因缘条件 并且呢 因此而了解了 也想跟大家解释 我当时的焦虑 你要知道 这样的一本书 有多难产生 它首先要有 愿意付出心力资源 去访问 去整理的人 因为这是钢琴家的访谈录 而且这是 目前还在国际乐坛上面 活跃在演奏的 第一流的 这些第一线的 钢琴家的访问 这个人呢 要去访问 然后访完了之后 还要去整理 这个人必然 要对于古典音乐 抱持的这种惊人 近乎取之不竭 用物之不尽的热情 他还要真正的投入在 钢琴演奏 跟钢琴的乐曲 这些是支持他 会想要去 接触钢琴家 去跟钢琴家 对话的 最根本的基础 安排访问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 尤其是 你要安排 要访问的是 这样一种 国际间的钢琴家 你要安排访问 在一个领域当中 成家的人 当然就更艰难 尤其是 你要用台湾人的身份 而且你没有 任何一个媒体 作为你的单位 也没有一个组织 作为你的后盾 那 可是你设定的 访问的对象 是世界级的专家 这简直就是 吃人说梦 比如说 我们不要讲说 全世界范围 你只要讲 刚刚讲到的 美国大联盟 你说我喜欢看棒球 所以我想要访问 美国大联盟当中 目前当红的 这些球员 你把那名单列出来 你去试试看 有哪一个人 愿意说 我今天是来自于 台湾的一个球迷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可以给我半小时时间 你想想看 谁会愿意答应你呢 所以 一定要有一种 吃人的傻劲 才有可能告诉自己 告诉别人说 我要片方 50多位 国际一流的钢琴家 而且留下他们的 谈话记录 那是当年 游异黑白 12年前的旧版 现在 调言普已经把 这个数字 扩充到 108位 国际第一流的钢琴家 然后留下了 他们的谈话记录 只要稍微聪明一点 稍微现实一点的人 马上会有的是 一种刹车的反应 哎呀 别傻了 别浪费时间 浪费力气了 做这种事情 不可能的 你就把时间跟力气 省下来去做 别的事吧 照道理讲 这个 教言普 不应该不知道 这样的一种 现实性 所以换句话说 他必然要具备有 比常人更丰沛 超乎常理的一种 内在的渴求 和内在的欲望 他才能够 冲破这种 现实的谨慎 去做这种 吃人大梦 你要实现梦想 一定要有一种傻劲 可是你要访问 这些大钢琴家 你要做访问人 你要去当一个访问者 你不能傻 只考虑一个因素就好了 访问音乐家 访问钢琴家 不像是访问政客演员 甚至不像是访问文学家 因为政客 他们每一天的工作 就是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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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自己相信的话 一直说 说到自己不相信的话 从自己懂的 一路说到多少 自己不懂的 要访问他们 让他们说话 说老实话 真的很容易 演员呢 他们习惯照剧本表演 接受访问之前 他们就会设定套上了 自己想要呈现的角色 用那样的一种 自我形象侃侃而谈 他们不会太为难访问者 另外讲到说文学家 文学家呢 他们是一直不断在思索 语言文字 用语言文字 反复的自我表达 所以呢 也就随时 大概都能够讲出 一番一番的话来 可是音乐家 尤其是演奏家 他们为什么变成一个演奏家 因为他们就是 专业用音乐来表达 用音乐来跟别人 沟通的 那你怎么能够保证 他们能够说出 什么样有内容 值得记录的话呢 所以你要访问一个钢琴家 你看这个条件 有多么困难 你要聪明到能够掌握 什么是钢琴家 愿意打开画夹子 来说话 而且能够 言之有误的题材 你还要聪明到 能够听懂 钢琴家所说的语言 并且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你要自觉的扮演起 这种翻译的角色 不是从英文这种访谈的语言 翻成中文而已 是要把音乐演奏的这种专业词汇表达 转移成为大众读者 能够读得懂 能够读得下去的内容 所以在这里 这叫做奇迹条件出现了 我们需要一个精明 聪明的傻子 我们需要一个同样自在于理解 并且转移音乐语义 和日常文词的人 光是这一点 大家就知道 这其实非常的困难 能够出现像教员谱 这样具备这种条件的人 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聊 收听台北电台 让你的生活更知性 心灵更满足 我是赖生川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去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 九点回答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教员谱的《游以黑白》的新版 零星出版公司刚刚出版 这是一本大书 分成四册出版 一共访问了108位 国际一流的第一集的钢琴家 这本书在12年出版旧版的时候 我就曾经以奇迹之书 但形容过这本书 想要让大家知道 大家可以在台湾的出版市场上面 看到教员谱的这本书 有多么样的不容易 因为你需要一个精明聪明的傻子 你才能够去做这件事 但是一般够聪明 够精明到 让大师愿意跟他讲话的人 一般你也就不会笨到 你想要去克服所有的麻烦困难 去拜托 去安排这么多钢琴家的访谈 一般能够精确精彩的 使用文字的人 你也就不会耗费那么多的心力 像教员谱一样去拥抱 去钻研音乐了 教员谱因什么 说服了这么多的钢琴家 在他们很多都是演奏了 各种不同教学了 非常忙碌 在他们日程表里面 愿意挪出时间来 回答教员谱的问题 凭借的是他的诚恳 跟他的耐心 当然光是靠诚恳耐心 也还不够 比诚恳耐心更重要的 其实是教员谱 他所展现出来的能力 让这些已经是大师级 甚至准大师级的人 尊重他的音乐的能力 不敢轻忽他 甚至不愿意轻忽错过 和他谈话的机会 举个例子来说 在游戏黑牌当中 访问了华裔的钢琴家安宁 那是怎么来的呢 安宁到台湾来演出 演出结束之后 就在自由时报上面 看到了一篇千把字的短评 文章不长 但是绝对不泛泛 里面明确列举了 安宁对于演奏乐曲的一些 特别诠释 还有他在音色上面的 这些想法 并且用这个为基础 批评了音乐会当中 有成功 但也有不足失败的地方 所以安宁很惊讶 就找了朋友问说 这个人是谁 那还有谁呢 就是教员普 教员普因此就认识了安宁 安宁也就成了 他最早访问的钢琴家之一 安宁会拒绝教员普的采访吗 当然不会 因为安宁知道 这是一个有充分能力 能够了解他演奏的乐曲 进而了解他演奏动机的人 所以呢 这是一个值得一聊的人 教员普就是靠他长期累积的 关于钢琴乐曲 还有录音 这种深厚的知识 一个一个呢 征服了这些钢琴家 凭借的就是这个 我最早注意到 教员普这个名字呢 是大概十四五年前了吧 发现当时 联金出版公司 出版了三本一套 非常厚重 不合时宜的音乐书 这个内容呢 全部是评论钢琴乐曲 跟他的演奏版本的 还没有细读任何其中的一篇 或者任何一段 当时呢 他的这套书 是森玄龙 森老师写的序 里面描述了森老师呢 他如何多次 在音乐厅里面 遇到了一个 奇怪的小孩 那真的是小孩 是高中生 但是这个人呢 你在音乐厅里面 你看 森老师就注意到他 因为呢 他去听音乐会的时候 会带着乐谱 那如果是钢琴独奏会 就带着钢琴谱 如果呢 是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呢 他会带着总谱去 去听音乐 那当时呢 我心里面就吓了一跳 突然之间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的回忆 就涌上了心头 因为当年 教我小提琴的老师 严格坚持 我要在听任何乐曲之前 应该要先读乐谱 就连在老师家里面 这种恐怖 而且辛苦的课上完 老师难得放松心情 如果他在架子上面 找照片 他同时 一定把乐谱给找出来 我要用乐谱 来了解乐曲的结构跟道理 才开始听音乐 我还记得 等到我国中二十年级 我就不学小提琴了 我在停止学小提琴 三四年之后 我第一次高中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买票 应该是在国府纪念馆 但你要知道 这是对不起 我这快四十年前的事了 所以呢 我到国府纪念馆 可能是国府纪念馆 去听演奏会 但要听演奏会之前 前两天 我要先搭车 到衡阳路 到这个大陆书店 去买 那时候 我要听的音乐会的 曲目 我还记得 那是寻白客的钢琴曲 反复读了 而且呢 很自然 就把乐谱放在书包里 去到演奏会场 但是坐在那里 吓了一跳 我发现说 我所想象的场景 不存在 全场 只有我一个人 是带着乐谱 去听陈碧仙的演奏 而且当我把乐谱 在膝上摊开 左邻右舍 我旁边邻座的人 通通都投过来 这种好奇 跟惊讶的眼光 我原来以为 去听音会 大家都跟我一样 一定都是带乐谱去的 哦 这个时候 吓了一跳 但也很感动 原来 有人 用当年 老师教我的方法 这样认真的听音乐 这是我对于 教演谱 第一项好奇 原来有人 不念音乐系 也不是音乐课班出身 却用当年 老师教我的方法 认真的读音乐 这是让我 感到好奇的 第二件事 这个教演谱 他读谱的细腻 跟认真程度 远超过我 十倍百倍 但我很庆幸 自己至少 还能够分享 他对乐谱的那一份 严谨的尊敬 有一次 去听 发光钢琴架 巴佛杰 这个巴佛杰 也是后来 教演谱 访谈的重要的钢琴架 巴佛杰 来台湾 跟NSO合作演出 原谱 就坐在我旁边 在演出前 那个 建案的灯光底下 他就翻开 他带来的 也就是 当天演奏的曲目 巴尔托克第二号 钢琴携奏曲的 总谱 然后指出一段 因为那个总谱 是缩映版 所以那个音符 真的比蚂蚁堆 还要更小更密的音符 跟我形容说 那个乐器 近乎不可演奏的困难 让我深受感动 同时 我也就了解了 被他访问的钢琴架 会如何的感动 这就是这本书 这套书 它的重要奇迹条件 拥有对于钢琴音乐 这样的热情 对钢琴音符 那么敏锐的这种听觉 还有对于乐曲的乐谱 这么样严谨的研究跟领悟 奇怪的是 也是特别的事 Juan Pugh并没有变成一位 钢琴演奏家 跟他一样 有同样的这种优秀资识的人 顺理成章的发展 一定是变成一个钢琴家 不会继续停留 作为一个业余的钢琴爱好者 音乐爱好者 或者是变成钢琴音乐的研究者 Juan Pugh 他能够让钢琴大师 看重尊重他 因为他们很快就在他的身上 辨识出这种同类的气质 跟Juan Pugh说话 就不像跟记者说话 甚至呢 也不像是跟一般的音乐学者讲话 反而比较像是面对一位 已经闯荡江湖 看尽了这种世间风波的 老钢琴的意识 这种老钢琴家 因为他对钢琴的演奏 这么样的熟悉 他对演奏家跟乐曲 还有跟观众之间的关系 永远感到幸违盎然 他知道每一个演奏家的 偏好怪癖 还有呢 他们跟这些经典作曲家 这些经典乐曲之间的各种不同的情节 所以Juan Pugh总是能够问到 让演奏家心计或者是心惊的问题 内在就大大的打了一个问号说 你怎么会知道 靠着贴近这种演奏家的经验 Juan Pugh让钢琴家无法拒绝他 也不愿意拒绝他 因为Juan Pugh自己呢 内在包藏着一颗 不折不扣钢琴演奏家的灵魂 如果Juan Pugh没有那么爱钢琴的演奏 对不起 你不可能看到 今天有这样 游艺黑白这样一套书 如果Juan Pugh在钢琴演奏上 他所受到的启发训练 再多一点点 他练琴再积极一点点 或他学琴再早一点点 他得到的这个外在的压力 跟鼓励更多一点点 那对不起 今天也不会有游艺黑白这套书 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 Juan Pugh他就自己变成了一个钢琴家 变成了许许多多挣扎在演奏 跟教学之间的本土钢琴家 其中的一个吧 这是多么神奇又伪的一种奋起 Juan Pugh并没有成为钢琴家 却又放不下舍不下 他对钢琴演奏的这种热爱跟渴求 于是他就必须要找到某种形式 来释放这份优维奋起 所制造出来的庞大的落差 所以他每天用别人琢磨演奏的态度 来研究他所听到的这些录音唱片 接着他用别人拿来开展演奏生涯的这种毅力 展开他的全球访问的行程 我相信这些受访问的钢琴家 一定有人刚开始抱持的轻松 甚至轻忽的态度 对待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即使穿上了西装仍然看得出来 非常年轻 非常青涩的 叫做渴扑翘 这个莫名其妙的年轻人 不过几个问题问下来 钢琴家的这种轻松轻忽 甚至想要轻易打发他的态度 应该就改变了 他们会明白 眼前他们所遇到的这个访问者 是要完整的 江源普的本事 这也就是他的策略 是把人家的这种来历底细 准备的详尽清楚 从看来非常平淡无奇的 叫请谈谈你早年的学习开始 当人家提到 我那时候跟这个老师学 我那时候在这个学校 他就不客气的切入 开始问说 你的老师跟其他另外那几个老师 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你的学派又是什么呢 还有他会在适当的时机 提出对于钢琴家 某一首曲子 某一次录音 非常精确的问题 精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他说 你1956年 你那个录音 在这首曲子 第二乐章第十八小节 为什么没没用踏板 这个钢琴家 就不得不打起精神来 认真思考 认真对付 所以每一位被 教演谱访问的钢琴家 到后来一定感受得到 这个年轻人 他看来温和的外表 底下其实有着 强悍的意志 而这个强悍的意志 不是从别的地方 是从跟钢琴家一样 专注看重演奏而来的 他跟钢琴家一样 专注看重乐曲乐谱 专注看重诠释表现 他跟钢琴家一样 甚至比钢琴家 更专注更看重 钢琴家的经历 钢琴家的演出 跟钢琴家的录音 所以这样的一套书 真的非常的难得 而且从旧版 访问了51位钢琴家 现在12年后 又扩充成为 访问了108位钢琴家的新版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这样的一本重要的音乐书 以及关于认识 跟聆听音乐 非常有用的书 《游易黑白》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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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